好 我们来看这个 时破天津的消息 极树弹 美国当时给极树弹的时候 拜登是这样讲的 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弹药了 言下之意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只剩下这个了 那当时丽将军也在现场讲 他查了不是查了批号吗 这批是新的吗 当时美国还有个讯息说 新的极树弹 我们看到他比较不会有 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后语 亚弹的问题 就是很多年之后 才莫名其妙地爆掉 但是丽将军说他查了批号 发现不是 这批就是旧的 就是清库存骂 所以他有一个封号 叫做平民杀手 百姓杀手 就是极树弹 非常的残忍 所以美国的盟友 包括连英国都跳出来反对 大家都反对 但是老大的话 你能反对吗 美国会理吗 美国一意孤行 还是送 美国既然敢送 乌克兰就敢用 对不对 所以乌克兰真的丢了 这谁说的 说实话 是别人讲的 我们都还要怀疑一下 但白宫自己说的 白宫说 有乌克兰的线索 乌克兰真的用了 而且我还有影片 还有影片 当然这个影片 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实 可能还要 因为战场上很混乱 可能还要再落实一下 但这个片子 今天引发了网络疯传 最新的消息 Kirby说 我们已经从乌克兰人那里 搜到一些初步的反馈 他们正在相当有效的 使用极速炸弹 其实很之前 其实刚说没多久 在北约开的时候 俄罗斯有消息说 乌克兰已经丢了 但这个是 Kirby自己讲的 普丁在7月16号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告诉大家 极速炸弹俄罗斯也有 但是俄罗斯到现在为止 没有使用极速炸弹的必要 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俄罗斯 用这种炸弹 那俄罗斯要保留 采取对等行动的权利 那另一头呢 俄方业已经正式通知 美国 英国 法国 因为北约跟美国 考虑要给乌克兰F16 所以如果给了F16 这就叫做核威胁 所以大家看懂了吗 我让亮哥来解析一下 从这个战争刚开始开打 各国给的都是防御性的武器 到现在你看到 这个法国一给 这个远程的导弹 包括极速弹 平右弹 现在包括F16 所以现在战争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 F16有点虚了 因为我看到新闻是说 8月要开始训练 那五角大厦评估 要训练四个月 才能够灵活参与战斗 那四个月就12月了 所以这个有点虚了 那至于你说远程导弹 远程导弹牵射到你有多少 我认为量不大 所以而且它很有可能 它的发射基地也有可能会被摧毁 事实上大家主要谈的是极速弹 我打个探 在中间这个画面就是网上传的 说这个炸极速弹的画面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 让我们一边听亮哥的解析 极速弹主要的作用就是 因为你知道它子母弹 那个子弹一大堆会炸开 所以会造成有声力量的重大伤亡 那因为乌克兰 他用传统弹药 没有办法有效的导致俄罗斯 那个有声力量的伤亡 所以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 乌克兰基本上是大平原 所以极速弹这样散开会造成比较大的死伤 这是事实 可是因为它会留下极多的卫爆弹 那至少我们知道在越战期间 在老沃在柬埔寨 留下来大概有八千万颗 美国大概在这两个地方丢了2.4亿颗 就是极速炸弹包括了子弹 它那个时候残留率是三分之一 最近有很多影片就是当时的受害者出面 而且因为它会流存很久 它会打到土壤底下 那很多受伤的都是孩童 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美国说他技术改进了 可是坦白讲还是仓除货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制造的 不过我听赖老师讲 等一下丽将军可以补充 赖月仙老师说 那个卫爆弹至少有10%以上 10%以上你去想一想 如果他丢个五千万颗 那就是会留下五百万 那未来那个地方都是肥沃的黑土 那等那个战后 乌克兰的农民总要回来吧 那到时候你就是死伤遍野 都是那个柬埔寨跟老卧 就一大堆断手断脚的 尤其是小朋友 真的很可怜 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八千万颗有人说 至少还要20年才能处理完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泽伦斯基真的是疯了 我坦白说我现在不确定 这是不是他指挥要求这样做 我就想问亮哥 我现在就在担心说 会不会是有一些军方 因为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 第二次被炸 炸的规模又这么小 那你是要干嘛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战略 或战术的行动意义何在 所以不禁让人家怀疑说 乌克兰内部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激进的力量 那泽伦斯基不一定hold得住 那你就产生了 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 第二次被炸 然后急速弹被真正使用 因为你要知道后果是什么 克里米亚大桥第二次被炸 俄罗斯非常生气 结果就去空袭好几个地方 奥德萨就受到严重损失 我听说连中国大使馆 都有一些被波及 都遭到波及 领事馆 所以就说你一定会引起 这个俄罗斯的反制 俄罗斯的急速炸弹 远比你多 那俄罗斯如何反制 但这些乌克兰看起来激进的行为 都是在北约之后 北约封位之后 是不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甚至鼓励 我难以判断 因为急速炸弹是美国提供的 那这个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想 他也许也有部分的人认为说 让俄罗斯来打 打得更惨 那国际的道德谴责可以更凶 激进力量也有可能是这样思考 他就是等于是用 乌克兰的老百姓作为牺牲 你想一想俄罗斯会怎么反制 他反制可能真的用急速炸弹 给你回应 那到时候死的是谁 一定又是老百姓 所以你刚刚讲的没错 急速炸弹死的人大部分都是老百姓 真的就是这样 可是他会有效的造成 你的有声战力的大量损失 那因为这个是在大平原上作战 美国就认为这样是最有效的 他判断的结果就是 我传统弹药来不及给你 我们整个北约 做的速度还输俄罗斯 所以我只好提供你这种传统弹药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